跟你说一个真理吧 这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呢 不一定爱你 这不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呢 一定不爱你 以前觉得谈钱呢 太俗 现在呀 在做交易 后来才明白 不谈钱的人呢 你其实都不配谈感情 三观都没有共识的爱情呀 根本是没有办法走到最后的 曾经有个姑娘呢 她给我留言 她说 逛街呢 看中了一条项链 价格也不贵 她想让他给他买 她却想都没想说了一句 喜欢你就自己买呗 她和他在一起有两年了 一共主动跟他要过四次礼物 每次呢 都是伸手要来的 这一次他决定放手了 于是呢 这和这个男生呢就分手了 他说分手以后啊 他突然觉得释怀了 大概这就是爱错了人吧 对女人来说 我们就算是再怎么独立呢 也不代表我们想在爱情里分得一清二楚 你想项链了 口红了 包包我都可以买 我也有能力买 但是你送给我的这个意义 那就是不一样了 面包我们可以自己去赚 但他要给我们的爱情 如果他既没有给我们爱 又想分我们的面包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呢 男人不喜欢物质的女人 觉得他们只看钱太肤浅了 只爱自己 但不舍得为自己的女人花钱 花心思的男人 说白了 你一样只爱你自己呀 对吗 最后呀 我想跟所有坚定爱情的姑娘们说一声 你可以喜欢一个穷一阵子的人 但千万不能够喜欢一个穷一辈子的人 更加不能去喜欢一个 在你身上不愿意花一分钱的人 姑娘们好好爱自己吧 关注我 了解更多情感相处之道